啊 你這麼快 謝謝音源棒 哇 謝謝 謝謝 糟了 我的直播又到了 謝謝音源棒 今天我們來聊點什麼呢 平安夜到了 退黑素準備睡了 你知道嗎 我上次吃退黑素的時候 我吃了之後如果我沒有在五分鐘之內睡著的話 那退黑素就會失效 真的 所以 如果你五分鐘之內沒有睡著的話 你的退黑素就會失效 哇 對 回來的時候還蠻快的 就是 就是去的時候有點堵車 因為今天平安夜嘛 大家都出去過節了 所以就 出去的時候會那個 Hello 我直播啊 我剛剛都說 好了 我電量提示 沒電了 要關機了 退黑素是下 是新衣服 你知道嗎 這件衣服 我十一月 雙十一買的 我等了好幾個月 然後他現在 就是我去廣州之後 他才到 我氣死了 然後我廣州 廣州 絕美機場秀也沒能帶去這件衣服 退黑素是 不是啊 退黑素是那個 治濕棉的 我今天光是不是很不好啊 感覺我今天這一塊以上都是黑的 下面是白的 謝謝聖誕樹 聖誕快樂 給個差評 但不是 他說的是那個 他 我買的時候他說的是那個 呃 多少天 30天以內發貨 但是他發貨的時候肯定已經超過了30天了 但是因為這件衣服還蠻好看的 而且他還送了我彈力跟貼紙 我就沒有那麼生氣了 所以我就 我就沒有關係了 不是啊 字面意思是 聽起來像是要變白的 但其實並不是 我 我一般不吃 我就吃過一次 吃 那次我感覺我整個人被打了一頓 醒的時候 腦袋也昏昏沉沉的 睡著的時候 就是知道自己在睡覺 但是意識很清醒的那種 我就不想吃了 吃得太難說 就是買了一瓶 白買了 氣死我了 謝謝意願棒 晚上好 今天是平安夜喔 你們有吃蘋果嗎 我還沒有吃 因為我 沒有蘋果 但是我也不想吃蘋果 這是大晚上的 你知道有句諦語嗎 蘋果 早上吃金蘋果 中午吃什麼 早上吃金蘋果 晚上吃毒蘋果 他們說晚上最好不要吃蘋果 早上吃是最好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個代理是真的還是假的 假的吧 晚上什麼都不能吃 晚上吃什麼感覺都胃會不消化之類的 今天 今天是 我今天不是自己捲了牛孩喔 我今天是 是吧是有這個說法吧 今天是造型姐姐給我捲了牛孩 捲得超好 然後我今天就沒有把牛孩沾起來 之前我都會沾起來的 謝謝四大樹 耶 剩下快樂 這個發光的特效 太好看了 是假的嗎 但是晚上確實不應該吃太多東西吧 會計時之類的吧 晚上吃飯 我晚上 晚上指的是 晚上指的是 消 11點之後就不要吃東西了 平安夜快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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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沒有蘋果特效 我也不知道 謝謝巧克力 巧克力也是 平安夜應該吃的 是吧 雜牛頓腦袋 唇色 今天 因為我今天塗的是 沒紅色的口紅 因為我 說起來我就很難受 因為我水紅色的唇又不見了 但是 你們知道嗎 我首會的時候 不是有粉絲送了一個超大的 萬萬仙貝嗎 超大的萬萬仙貝 然後 那個萬萬仙貝 我裝東西的時候 我記得我的唇釉 還有我的側影 還有我的 就是那塊小鏡子 就是側影嗎 跟我的萬萬仙貝是放在一起的 我可能收的時候 就一起把它收起來了 但是 我收拾 我回來我就沒見過它 因為 我回來我就把 那個仙貝給倒在 給倒在我的心理箱裡面了 然後我就可能 唇釉也在裡面 我一會兒要去看看 都怪我 也不怪萬萬仙貝 哇 仙貝還是好吃的 呵呵 我的萬仙牛奶糖 也不見了 我太難受了 嗯 怎麼會這樣 我真的機性 最近機性真的很差 你們知道嗎 我每天都在找我的手機和我的iPad 太難受了 聽見的版本是八點以後不能吃東西 體重穩定在120 這是好呢還是不好呢 先被我的家說 扔掉不是很浪費嗎 它還有那麼多 扔掉很浪費好嗎 唉 是這樣啊 就是 雖然 雖然可能也不是那個 我就覺得浪費食物很不對 真的 反正 我沒有120 什麼 你看 謠言就是你們這樣傳出來的 謠言就是你們這樣 我什麼時候提到120了 我說 我是在回應別人的彈幕 說他們說 他們說120了 也不是我 咪塔 別玩了 這人家 姐姐雪碧呢 你待會兒 待會兒開雪碧 過百就不好 是吧 是吧 節儉好 其實也還好 我覺得我不是 我不知道我應該不是屬於節儉 我是屬於 但是我確實不喜歡浪費食物 但是我確實不是節儉 我也說不上來 我到底這種矛盾的 矛盾的心理到底是怎麼回事 男生120不挺好的嗎 我 我是男生嗎 但是我雖然沒有120吧 唉 我就怕你們又聽到我 說這句話 又斷章去 說我說我自己喜歡吧 陶嗎 陶給你們看看 哦哦 不敢說話了 說嘛 沒關係 哇 她今天今天一直播超快的 對啊 因為小燕真的超 超搞笑 我笑死了 晚上好 哇 你別擾我 你擾得疼死了 你看蜜桃 她不願面對鏡頭了 她現在有點害羞 乖乖 你可別擾我了 因為我這個衣服上特別多虛虛 她就想擾她 她又胖了 她沒胖 她瘦了呢 她 她太長時間不見我了 她現在都不認識我了 是女犯 是女犯 對啊她是女犯 是女孩子啊 感覺有被冒犯到 快打一架 笑死我了 謝謝姻緣棒 但是我剛剛絕對沒有心在樂禍的意思哦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為什麼我昨天沒有出現嗎 我氣死了 我昨天去幫我姐姐收東西 你知道嗎 她她上次她之前把她的東西 她之前不是在上學嗎 然後她就把她的東西寄到我這 因為她之後要在北京工作 然後她就把她的東西寄到我這裡來了 然後 昨天她讓我給她送過去 我昨天那麼累 我的淚暈了 她 她的枕頭還有什麼 小抱枕啊 這種小丸 一隻牛還是一隻啥 誰知道是個啥 然後她讓我給她送過去 她昨天坐飛機已經超累了 然後我就給送過去了 對是姊姊 然後我就給她送過去了 我送過去之後 然後 我想說 我想說我們一起去吃個飯 然後她說點外賣 我說行吧 然後我就把我的iPad帶過去了 然後我帶iPad就沒有帶回來 然後我現在就不知道 人生逐漸失去了 樂器 氣死我了 我 我有姐姐 我為什麼沒有姐姐 又不是親姐姐 我沒有親姐姐 我是獨生女 但是我有表姐 堂姐 氣死我了 為什麼我沒有姐姐 太慘了 對啊 氣死我了 我就 我就是想跟你們說 我最近記性是真的很差 你們知道嗎 一級像嗎 是啊 我也是 我也是啊 但是我有表姐跟堂姐 你們看到沒有嗎 我的媽媽 跟我的爸爸 他們有很多的 欸不對 應該是我的媽媽 跟我的爸爸 他們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我的媽媽的 喔不 我的爺爺跟我的 我的爺爺跟我的外婆 他們也 喔不對 應該怎麼說呢 喔對 我的爺爺 他也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然後我就有很多的表哥表姐 你們知道嗎 表哥表姐 堂哥堂姐 可以拿回來啊 我下次再去他那兒 不就得了唄 我下次再去他那兒拿就行了 但是我最近不想出門 而且我明天還上課 我明天要上課 嗯 你們難道不是嗎 就是爸爸媽媽那一輩會有 爸爸媽媽那一輩會有很多哥哥姐姐啊 然後哥哥姐姐 哥哥姐姐他們生的 兒子女兒 我就要叫堂哥堂姐表哥表姐啊 就是我有差不多 表哥表姐跟堂哥堂姐 氣死了 而且我 而且我還有 喔不對 那是我的小侄女 有一次 唉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你們講過 有一次特別好笑 你們知道嗎 我有一次我去迪士尼的那個商店 然後我就給我媽媽發消息 因為我看到特別多可愛的 就是特別多可愛的 那種小孩子的那種衣服嗎 我就想說 我說媽媽 我的妹妹現在穿多大的衣服啊 我先給她買一件 我媽媽說什麼妹妹 你哪有妹妹 然後我說啊 喔 我說不好意思 是我的子女 我以為 我還以為我年齡很小了 之後我都是這個備份的人 我太難受了 是吧 怎麼會這樣 我媽媽說你拿來的妹妹的時候 然後我真的 我說嗯 我確實有個妹妹 但是我的妹妹都快要高中畢業了 那是我唯一的一個堂妹 欸不對 表妹我也不知道 我哥哥的妹妹的女兒 我應該叫什麼 表妹吧 對啊 我都是長輩了 而且你不知道 我子女超可愛 她們真的超可愛 我還有一個 她 我的子女有個妹妹 嘿 這位朋友 你是不是有點想我啊 你為什麼出現在我的直播間 哈哈 師傅 為什麼會被叫師傅啊 一般不是會稱開 開車的是師傅 司機師傅 對啊 我是阿姨輩的了 氣死了 呵呵 親切 是的呢 哈哈哈哈 聖大快樂 聖大快樂 是 醫生也被叫 哈哈哈哈 馬玉琳哪個房間都去了 她應該是想念大家了 你一個人在外面好好的 也不是一個人嗎 你不是跟他們一起嗎 嗯 秉儀 打死你 我妹妹 我子女才能這樣想 你知道我子女多小嗎 我子女她 小孩呢 她才 剛學會走路 她真的超可愛 就是那種 白白嫩嫩又胖胖的那種小姑娘 超可愛 你好卑微 你為什麼好卑微 因為被叫師傅嗎 呵呵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 還出去的時候 就會有那種 小孩的家長 牽著小孩 她說 欸不要不要等到姐姐 喔不她以前我會 以前會說 欸不要等到姐姐 現在會說 欸不要等到阿姨 我到底是哪裡看去像阿姨 我還穿著很卡的小裙子呢 難道他們透過 那種 有句話怎麼說到這 透過現象看本質 真的很牛喔 白白胖胖的小孩子啊 是吧 不是啊有的時候不會化妝 大 有的時候不會化妝 也會被叫阿姨啊 就是可能是 我們這個年代的 都會被叫阿姨了吧 編輯催稿的時候會被叫 叫老師很好啊 叫老師感覺很有文化的樣子 我也想要被 被叫老師 被叫老師 就真的感覺很有文化 是吧 而且好像 好像就是 就是是一種尊稱 尊稱 比如說 比如說 就是在那種 藝人行業 就會說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老師 什麼什麼老師 小靜兒 倒是也沒有啊 嘿嘿嘿嘿 笑死我的 哎 我們剛剛說到哪裡了 我在撕衛生紙啊 撕紙今晚 沒有事情做 你們知道嗎 我們今天不是去那個直播的時候 他有那個 他有那個 叫啥 變魔術嗎 我 我想如果我學會了那個魔術 我就能撐把悠堂了 但是好像並不能 因為我學不會 那個 好難 聖誕快樂 他就 他就把一張紙巾打濕 呵呵 小燕笑死我了 他說 那個那個指示人說 他說 把一張 把一張紙巾打濕 放在一個杯子裡面打濕 那麼他會變成什麼呢 然後小燕就說 是紙巾 我笑死了 哈哈 然後 然後 呵呵 然後 然後結果 然後 然後結果 他就變 他沒有 他就說不是啊 然後他就變出了雪花 那像是變魔 變魔術啊 變魔法 變魔術 我也想變魔術 會變魔術 很 感覺很厲害啊 是吧 真的很厲害 我們今天三個人上信號滿歌 哪裡像啊 我跟流血一樣高 小燕 小燕 小燕她稍微高一點 確實 對啊 是變成柿子巾 變成柿子巾 沒有錯啊 沒有毛病 但是 就有點好像 唉唷 唉唷 來不及交稿才會被 被交 是不是催稿 作為一名 職業催稿人 感覺很不容易的樣子 因為 因為 因為寫稿子的 他們是不是會裝 裝死真的 就假裝自己不在家 我比你大隻 又替你自閉了 哼 因為他 因為他 現在很瘦啊 我也要跳鄭多燕解肥超 氣死我了 我才會裝死呢 我才不會裝死呢 我才不會呢 我怎麼會了 哼 難道我最近 沒有平凡出現嗎 我最近沒有根伯嗎 我最近 沒有再開直播嗎 我現在都要開直播 我最近還是很厲害的 而且 我跟你說 我今天 我今天畫了一個聖誕的妝容 小紅帽 什麼小紅帽 相鏡 看的差不多 哈 他 我明年一定可以減肥成功 成功的 我今天晚上都沒點外賣 減肥成功 因為我在飛機上 說這樣你們可能不信 我 我在飛機上看了飛機上雜誌 其實我覺得飛機上的雜誌 挺好看的 我看了一篇 一篇一個 減肥達人的 寫的一篇文章 我覺得寫的還蠻好的 就是 其實減肥也是低碳生活 感覺很厲害 就比如說 你點外賣的時候 你就什麼聖誕妝容 這是 我今天其實本來是想畫聖誕妝容的 我發現我不會畫 你們知道嗎 就是眼影我都只能畫 我只會畫橘色一個顏色 但是我今天貼了亮片 假裝是聖誕妝容了吧 你們能看見嗎 亮片哦 是吧能看見吧 不累不累的亮片 對啊 第一 也不能再吃糖 因為 其實糖 糖一類的東西 也會容易長痘 雜誌寫的別姓 但是我覺得它寫的 有一點道理啊 比如說 我們吃外賣 我們可以減少吃外賣 自己做會好一點 所以我沒有自己做的 條件 基礎跟條件 我沒有自己做飯的基礎跟條件 我可以吃食堂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點外賣的時候 我們點外賣的時候 不是會有那種一次性的餐具嗎 就是不環保 你們知道嗎 就是不環保 但是也有一個 後來我發現外賣軟件上會有提示 你要不要不需要餐具 就是為環保做出一份貢獻 就還蠻厲害的 是吧 提倡低碳嗎 而且你可以吃那種 不是很精緻的加工的東西 就是簡單加工 就是不怎麼加工的東西那種 因為加工也是需要耗費一些東西的 比如說什麼什麼什麼 我也沒看懂 反正就是說起來聽起來挺厲害的 總之減肥的話還能 還能低碳生活呢 希望我能夠減肥成功吧 多吃粗糧 好的好的 吃食堂 我如果說 我是一個 我上次說過了 我是一個很有毅力的人 如果我說我還在肥 我就要天天說 嘿嘿 笑死我了 我還借蘭蘭的充電器 聖誕快樂已經過十二點了嗎 少吃早 哎 對不起 把王玉蘭的管座塔給弄倒了 吃早飯 我知道吃早飯的重要性啊 但是有的時候是真的會起不來床啊 比如說我今天工作結束就已經十一點半了 我回到開個直播就已經十二點半了 我洗個澡洗個頭就已經一點半了 一點半就不能早睡 如果我不能早睡我就沒辦法早起 如果不能早起我就不能吃早飯 如果我不吃早飯我就不健康 如果我不健康我就會想得外賣 就是這樣循環往復的啊 你們說是不是很有道理 你聽我說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大家 我但是沒有否認昨天的我的意思了 每一天的我都是我 只是這天的我跟那天的我 不是同一個我 雖然我不是 雖然我有的時候 你聽我狡辯 不是什麼狡辯 這是認真地在為自己 這是認真地在解釋啊 我的歪你和我道理 什麼歪你啊 你不要亂說 我跟你說 這個直播一會就倒了 是為什麼 是什麼原因讓它倒下了 是看到可愛秘密的一天 嗯那就好 聖誕快樂大家 這個真的不夠長 我太難受了 它真的不夠長 可以推薦給我 你們知道嗎 我喜歡這件衣服的袖子 因為它像聯偶 我依稀想起來了 我跳的第一套過眼 那套過眼叫做 夢想的旗幟 第一趴叫什麼 結伴同行 那個時候我 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不知道為什麼 那款式永遠 是不是這麼好看的 那一套 然後 我的那個款式 它就是這樣的 像聯偶 我就覺得我是個歐巴 歐巴 是我 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 我才不是呢 是憤怒 第一套都不好看 第一套 你別說第一套都不好看 那難道別的套就好看嗎 星座那是啥呀 夢想的旗幟 那是啥呀 我就是蠟磚 但是也還好了 我現在心想 其實你們知道嗎 我們那衣服還蠻有設計感的 你說當代的設計師 時尚設計師 誰能設計出這樣子的衣服呢 我們是很霸的設計師啊 是吧 其實還是挺好的 而且而且那個 啊 謝謝 我從來沒有收到過 我收到過這個嗎 我也不知道 但是 這個看起來好厲害的樣子 謝謝 小裁縫發揚 美麗世界開始 生的快樂 生的快樂 謝謝禮物 美麗世界越來 美麗世界 怎麼說呢 美麗世界開始 後來 到後來我們已經換了一個那個啥了 這個很貴耶 謝謝 非常的感謝 祝您聖誕快樂 新的一年 可以更加的 可以更加的 幸福平安又健康 謝謝 祝您新年快樂 這個這麼貴啊 更加的有錢 更加的有錢 財源廣進 非常有錢 變有錢 有首歌叫啥呀 對 有錢 我恨有錢 是這首歌嗎 我不知道 小張的祝福語可是很多的 再過五天就是元旦快樂 我突然才知道 我今天得知了一個消息 我突然才知道 我們難道跨年是在31號那天嗎 可是31號是週二啊 週二我們也要公演嗎 週二公演 感覺不會有很多人來看的樣子 但是也會有很多人看吧 因為是特殊公演 我才知道我要想 我跟你們說 你們一定要來看喔 不知道你們沒簽沒簽到票 今天是簽票嗎 你們如果不來看 就虧了 因為張愛靜 要上三個節目 還要上一個小品呢 那個小品 我扮演這角色可好 可有意思了 真的 不告訴你們了 我再說了就說多了 我的魔法靈驗了 那我就很厲害 我還要上兩個 一個舞蹈 一個唱一個半舞蹈 半唱歌 加一個小品 還蠻多的 開心 那個小品真的很 很好玩 雖然我還沒排 我明天下午下課 我明天下午下課去排 晚上我要去把我的iPad 半晚 不是晚上 半晚要去把我的iPad拿回來 然後 然後還得去那個 還得去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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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的舞給扒了 以連做 連什麼做 還能切票還能切到連做 怎麼切到連做呢 你們都不同的地方 切票能切到連做嗎 張愛靜三連發問 嘿嘿 聽起來還是不是很忙 主要是 哎蜜桃你別跑到人家床上去 蜜桃跑 哎呦 蜜桃跑到人家 不是啊 我這次的角色很符合我的形象 我這次演的一個角色超級符合我的形象 你們都想像不到 這是張愛靜本色出演 本色出演 真的 選角色的哥哥姐姐 真的可能就是考慮到 因為是本色出演 本色出演就會很厲害哦 但是也不知道 我還沒看過劇本 明天我去看看彩排一下 明天我去排那樣的時候我就知道了 科學家 什麼科學家 誰是科學家 不要亂說 嘿 王國你的啥 王國你的公主 不是 啊怎麼辦 可是我要做什麼頭啊 我的那個舞蹈是有一點古風的那種 不知道做什麼頭 你們說我做什麼頭呢 不告訴你演啥 我透露太多了 我可能明天就演不了這個角色 小朋友怎麼了 你在幹什麼啊 你在跟COLA一起過上大街嗎 上大街 還是 你幹什麼 你別每天走來走去 幹啥 小朋友 你為什麼要叫我小愛靜 最美的 最美的 最美的人 除了張愛靜 還有誰呢 還多子呢 還有300多個呢 不200多個呢 笑死我 你別睡在人家床上啊 蜜桃 哈哈 哈哈 你哈哈啥呀 哈哈 上次 上次小鵬 小鵬 我不是叫小鵬是小鵬嗎 然後小鵬 小鵬就要叫我小愛靜的時候 被王宇蘭看到了 然後王宇蘭就嘲笑我們 我說 幹嘛這樣會顯得比較年輕啊 哈哈 難道不是嗎 這樣是會顯得比較年輕啊 是啊 我們不是一個年代的 但是從錯誤上來說 我們可以是一個年代了 是吧 看著蜜桃 多麼的囂張 他躺下 親密的看我 你們知道嗎 那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個 一個微博嗎 就是那種養貓的那種 就是跟貓有關的那種博主發了微博 他就寫了一個 他就寫了一個 想看這種投稿嗎 粉絲的投稿 他說想看貓貓得意表情的表情包 我差點就由我大號發了蜜桃 有一張蜜桃的照片超得意的 就是他超壞的那個頭像 還有一張 蜜桃比愛盡可愛 行吧 這我成了誰叫他是我的女兒呢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小鵬不應該是小張嗎 那我叫他傻 小 不行我覺得叫小鵬比較那個傻一點 但是後來你們知道嗎 謝謝聖誕禮盒 超化頭像可以換了 超化頭像我就不換 那種可愛 你們又不換我的超化頭像 我為什麼要換蜜桃的超化頭像呢 哼 我的超化頭像都用了多久 大概發霉了 你們也不換 那我蜜桃的發霉就發霉吧 哼 你們不換我就不換 危險 氣死我了 我不知道要哪張 我好看的 我要好看的 謝謝 海外同胞祝餅比聖誕快樂 謝謝 你們也聖誕快樂 對啊 不讓孩子上網啊 孩子才沒 未成年不能上網 知道嗎 謝謝聖誕手套 dbq 你怎麼發的dbq呢 這不是dbq嗎 成語錄房間祝我聖誕快樂嗎 謝謝小 謝謝小鹿 小鹿啊 劉賢 太可愛了 謝謝 在我房間 我知道在我房間 我想口頭表達一下感謝 我一會兒再去翻牌 翻牌的樂趣 我是小兔 我其實應該是4號的 4號是啥我不知道 但是我拿到了小兔 成功拿到小兔 我就沒有說話了 想看蜜桃 一會兒給你們看嗎 我剛剛把他抱過來了 然後他又走了 去年的小兔 去年的小兔 是臉腫的小兔 今年 萬萬沒想到 我還是穿著最後的曙光的衣服 戴了一個小兔的頭套 唉 這是什麼命運的輪迴嗎 太好笑了 非常的有意思喔 啊 啊 謝謝你們過花 祝你紅紅紅紅紅 視野 啥 你哭了 你哭什麼 不要哭 不要哭氣 眼淚不能輕易的掉下來 嘿 我自己說話怎麼怪你怪奇 我覺得我自己說話 我找不到普通話怎麼說 我找不到普通話 我找不到普通話的掉了 什麼難忘的回憶 不是 我剛說了什麼 命運的輪迴 什麼難忘的回憶 難忘的回憶 啊 怎麼辦 普通話越來越不好了 難受死我了 我要去學普通話了 我再講我普通話 可能要到二級一等了 早安機姐莫名超孩 因為今天那個直播真的很好玩 呵呵 不是嗎 我每次 什麼熱情已經被點燃 熱情的篝火已經被點燃 我現在超快樂 睡到中午才起嗎 沒有 我今天早上十點半就起了 才沒有中午起呢 哼 我沒在房間出現 又沒有說我 不不起床 我瘦了吧 廣州 但是 我發現 廣州人說 說話的普通話 都 都 感覺 很港台的那種感覺 就是那樣子的 跟北方的普通話是不一樣的感覺 不是啊 王女藍寺那個是重慶普通話 我是 我是成都普通話 我是樂山普通話 10點30不是中午嗎 10點30是早上啊 為什麼 中午 是中午嗎 我看著瘦了 那是鏡頭的原因 這個鏡頭寫瘦 11點才是中午 對啊 11點才是中午啊 你怎麼沒點時間概念啊 真的是 好 讓我的鏡頭立著 我聽你狡辯 我才不聽你狡辯呢 哼 今天姐姐 今天姐姐跟我九成六還實在是太好了 讓我覺得很快樂 廣東包冬瓜 包什麼冬瓜 我剛 我去廣州吃了 包湯橫 很有意思 重慶人你也聽不懂他的普通話 那我 那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十點什麼 十點起床 也是 D8Q 你怎麼了 D8Q 聽起來比DVQ更難唸一點 我今天實在是太好看 因為我今天穿了新衣服 畫的裝也是聖誕妝容 今天畫的是聖誕妝容 算一點都不是聖誕 我也不知道哪裡聖誕 但是我 我就說它是聖誕妝容 因為我天亮片了 亮片就是聖誕妝容 廣東包冬瓜 是廣東普通的意思 啊 是這樣 好厲害喔 對不起 我不知道 是我孤陋寡文了 是廣東普通華 是這樣說的嗎 哈哈 D8Q是很好笑 是很好笑 越來越好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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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今天沒有把我的睫毛 張起來吧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算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我今天沒有畫睫毛 不對 我今天其實沒有那麼完美 因為我今天沒有畫睫毛 睫毛該不見了 想起來我就 啊 它跟我的唇幼一起消失了 可能 它可能跟我的唇幼一起混在那對仙貝裡面 我一會兒就去開箱看看 我很好看 謝謝你 臉沒那麼圓了 是嗎 我每次把頭髮放下來的時候 我看起來就是一個成熟的大姐姐 所以臉就沒那麼圓 我把頭髮眨起來的時候 就會稍微 稍微遠一點 這是什麼原理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 近大遠小的道理 我今天離鏡頭比較遠 咩 咩 嗨 嗨 怎麼又倒了嗎 難受死我了 就這 那就這樣吧 在愛到曲中人散場 嗨 你們知道我今天很尷尬嗎 我今天去直播的時候 我不知道怎么这么说 那个微笑的向日葵 我记不住词 因为我没有参加过那一年的新年代 也没有 但是我突然想起来 S去外有一年的新年代也是录的微笑的向日葵 而且我还是录了 可是我为什么不会唱这首歌呢 我只是记不住他的词 微笑的向日葵 这个很好听 那个主持人说啥 爱笑的瓜子 从此以后这首歌又有了新的名字了 那首歌也好听 而且我本来想 你知道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吗 超好听 是周杰伦的歌 但是我唱不好 因为我每次唱男生的歌我容易找不到调 就是超级容易跑调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容易找得到调的人 然后我就唱歌的时候 如果是别人的调 就男生的调我就更难找到调 太难受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然后女生的调的那种 她好像稍微有改改一点点 我有点跟不上 翻车了今天唱歌 难受 下次了吧 下次的吧 好听 什么好听 哈喽晚上好 我爱听周杰伦呢 谁不爱听周杰伦呢 浪漫圣诞夜 浪漫圣诞夜也没有唱过 浪漫圣诞夜我知道旋律 我不知道词 因为我之前听的是 另外一个版本和浪漫圣诞夜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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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房间只能出现张安静一个的声音 如果出现ipad的声音我就没有办法思考了 真的 我最近智商不是很在线 我一直在收到微信消息 我不知道是谁在给我发微信消息 有可能是群消息 我现在想去看看 但是我我怕我